关于乌克兰的事件 看见欧盟那叫什么真理报报道的一个消息 美国也报了 现在的欧盟理事会的一些主席 把哲联斯基叫到欧盟 已经叫了多次了 有美国 美国驻在北约最高指挥官为代表的前提下 他们在一起干啥 你知道吗兄弟们 现在天天已经研究将近十天了 用什么方式跟俄罗斯恢复谈判时间 对你看这哥们说想和谈了 你们可能阿尔及利亚惨惨什么 你们觉得这个消息怎么样 你们觉得这个消息怎么样 这个消息就是告诉大伙什么 随着中东的这个事件 你以为他俩真是要和谈吗 我告诉你兄弟们 他这里头有这么几 我因为这里有这么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他好像是用这种方式在套路俄罗斯 直播释放的信号看着我们要跟你们和谈 这段时间你该打吃也好 还是怎么的也好 咱们将来得走到和谈 有一种忽悠俄罗斯的可能吗 有 第二种就是以这种和谈的方式 就是想告诉俄罗斯你争取别千万卷到所谓的中东战争 给你来个缓兵之际 这边呢 我想法终结你的战争啊 你别以为说你帮助有帮助中东之后 完好你把我们那个北约牵着进来 完让你好能啊 在这场俄乌冲突当中有一个这么啊 终结这场战争的这个可能 用这种方式释放个什么信号 你放心啊 我们不给你打了 我们把战火整中东去 完你跟乌克兰你就谈判 给俄罗斯制造一种假象 其实说实话就像大伙讲的老对了 就是一种缓兵之计 用这种方式你告诉俄罗斯 我们现在已经正在研究和商讨 跟你将来怎么形成和谈的这种可能性了 你这边呢 你可千万别太过多的卷入中东 如果我是俄罗斯 你越是做这种准备 我告诉你兄弟们 我越多证明一些迹象给你看 我正在加大力度 帮助哈马斯对抗你以色列 哪怕就是假的 我也制造一些消息和行为 让你美国认为 我操 哎呀 没上俄罗斯的当 我说没上美国当 我说对打过对 就大俄 你要是现在这种傻了吧唧的 又重新开启了 说哎呀 我要跟你们在一起谈判 兄弟们 拖了 以色列将来能把巴勒斯坦打没了 你最佳时机也凑过了 回首 人家又跟你谈失败了 再跟你打 我说对打了 对 人家就是用这种方式拖延你 让以色列以最快的方式把加沙拿下来 你等真就把加沙拿下来那一天 你跟人谈 人家们能跟你谈吗 你把傻的 我擦了 真的行吗 我一瞅俄罗斯还跟大家说 人家 我们一切关于和谈的这个事件 都以敞开大门 大门的方式 等着你们来谈 哎哟我的妈 我一瞅着俄罗斯外交部一公布这个 我脑袋亡一下了 我擦 兄弟们 就这脑袋要不长 那么傻到什么程度啊 兄弟们 那边就略微释放点信号 说的哎呀 由这个北约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 这个总指挥馆啊 代表 为代表 把那个 那个什么 哎呀 这个乌克兰的指挥馆 那乌克兰的政要 还有这个欧盟的政要 聚到一块了 我认为你 这就在商讨 跟你和谈的事 这边就开始 哎我们敞开大门 哎哟我的妈 俄罗斯还把我幻想 还把我幻想 我告诉你什么 我说对 你们打个对 真的兄弟们 一旦以色列 要是以最快速度几周 或者是数个月之内 就把加沙拿下了 你俄罗斯所有的机会 都他妈错过了 我说对 打个对 真的兄弟们 为什么 北约没捡进去 就一个美国 几艘军舰 派个三五千人 帮着以色列 就把哈马斯拿下了 你最佳解决 你俄乌 冲突的这么一个 转折点 你都失去了 我真不撒谎 你都辜负了 伊朗和全世界 对你俄罗斯的支持 真的兄弟们 就这事你跟他和谈 如果美西方国家 现在释放的这个信号 我要是他得怎么办 知道不兄弟们 就是以瓦格纳 或者是跟伊朗 就让珍珠驴也好 也门胡塞武装也好 你们缺啥武器 就让全世界掌握 俄罗斯卖给 也门胡塞武装 什么什么什么导弹了 俄罗斯把什么什么武器 以非法的方式提供给埃及了 提供给什么黎巴嫩了 提供给什么越旦了 又卖给伊拉克 多少多少枚导弹 卖给伊拉克 多少多少枚射的那个 你就用这种方式 就干懵逼他们 我告诉你们 他们就会认为 俄罗斯要直接参战了 就明着来 千万别隐瞒 我说对打个对 就是你一直 谁跟你跟你说啥都 一是四星 你太好说话了 你这回在美国面前 你就得是弄 一直弄下去 一直硬下去 你看看美西方国家 他就给你跪着 如果说你一直远了巴塞 还给你 他可以他 哈勒少 欢迎你来 兄弟们 这帮不养的 把这个以色列 这个拨 这个这个这个 哎呀 袈裟拿下来 你就完事了 而伊朗也废了 我告诉你兄弟们 你们我不开玩笑 以色列真就把巴勒斯坦拿来 只有一个方式 什么方式 就是占领袈裟 我告诉你兄弟们 他不管现在喊的什么口号 说什么清除哈马斯 来吧兄弟们 来你们跟我说实话 来 就哈马斯 到什么时候 你能下定 说把下令 说已经哈马斯打没了 不把巴勒斯坦人民干没 你能说把哈马斯铲除没没 咱就说实话兄弟们 你连小孩都给 印定为哈马斯抓起来 你刚刚兄弟们 你不把他妈的 不把加沙银干没 你能说哈马斯这场 你们就是 打击哈马斯 这个行动能结束吗 不能结束 但当你们宣布 说这个地区 我们反恐已经结束了 所有的哈马斯人员 都已经被我们打没了 到那天 你是不是得 他们建立一个政府 建立的这个政府 能是反对你 以色列的政府吗 如果你建立的是一个 反对你 以色列的政府 需要你们 以后对你 以色列的袭击 那么是常态吗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失去了家人 我们都得将来 找你以色列人报仇 这种仇恨的种子 以色列能留给 在自己边境 只有一步之遥的 这么巴勒斯坦吗 所以说他们 必建立一个 属于自己 而且害者是 强权的这么一个 巴勒斯坦政府 你们会觉得 我啥意思 我没听明白 就是殖民 或者是傀儡 就到什么程度 你巴勒斯坦人 永远都是我们的殖民者 为什么 不耐 不光 不能让你们拥有武器 可能你做菜的菜刀 都不让你有 你们要相信 果哥说的对 给我口个气 每天都得给你 形成小禁 到晚上几点 几点之前 巴勒斯坦人 不能上街 巴勒斯坦咋打地 巴勒斯坦早晨 几点起床 上班 巴勒斯坦人 几点回家 出门就抓你 信我得打个信 为什么 他怕将来巴勒斯坦人 一旦形成 大规模的聚集 形成地下组织以后 带队以色列 形成各种包袱呢 和打击呢 到那个时候 你得看看兄弟们 来 就是我跟你们讲 就是以色列 不管怎么去掩盖 他所说的 我就是为了打了一个 打击一个哈马斯 知道不行吗 我就是一个打击哈马斯 那倒是扯淡 就是真实的目的 就是可能他们都已经策划了多少年 或者是想用一个什么手段 把这个整个加山或者是巴勒斯坦 都拿到自己手里头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 找到了一次所谓的哈马斯 主动发动对他们的这种打击的 这么一个借口 这回可是他抓住了 他们轻易拼死命 他都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而美国也会成就他 就像我跟你们讲过 一万次都是 我说你看头几次中东战争 有以色列战争的情况下 以色列没败过 你以为以色列打的厉害吗 你以为以色列啊 军人的这个素质 或者是战斗的能力强吗 我告诉你兄弟们 你们什么都说错了 就是他的武器 包括他钱 美国再加上美国的狗腿 他们忘死忘死支持他 导致这些国家打不过他 我说得打个对 打个对 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人民 包括一些曾经跟以色列打过仗典 可能玩小米加步枪的时候 以色列那个人 每次装备机关枪 排击炮都来了 我说对打个对 等这些中东国家 拥有火箭炮的时候 以色列飞机大炮导弹都来了 他靠武器的代查 来靠着美军和美国的一些 资金上的资助 包括战略援助 导致以色列 谁也打不过 如果要是没有美西方国家 这些人的这个武装 或者是这个武器的代查 他能打给我 打过整个阿拉伯人的联盟 揍他吗 我说对打个对 所以咱们别老认为以色列 是不可一世的 他在中东是小霸王 我就告诉你兄弟们 这次如果真就把伊朗给卷进去 我都不是吹牛比 你美国呀 你还真就不敢说谁输谁赢了 就这场战争 我就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们 没有赢假 我告诉你兄弟们 一旦要是把伊朗干进去 他指定没有赢假 你别看美国可能拿厨了呢 美国他不能怎么样 美国也不能把整个地区 变成他的战争切入点 为什么 因为美国知道 一旦要是向伊朗宣战 或者是以其他所有中东国家 哪怕就把其他的几个国家不算上 你美国一旦砸进去 我告诉你兄弟们 那不是抗笑 美国就是历史 只有一不只要 只要他开第一炮 我告诉你兄弟们 不用说别的 就现在的美军在中东地区 那叫地中海 还有红海 他的美国的这个军事地 遭到打击 他们现在选择的是人 我告诉你兄弟们 你不管 别管什么时候 你们可千万别觉得不可能 就将来有一天 说不上谁的无人艇干进去 就把美军的哪个巡洋舰给干了 就干不成 干着火了 干冒烟了 我告诉你兄弟们 美国选择的要不是人 我是你们养的 你我个都是跟着吹牛逼了 你就记住 美国现在就是 不管在这个中东和地中海 遭到什么样的打击 兄弟们 他绝对不会向伊朗开一炮 这是 这是 我不是吹牛逼 你别看伊朗 跟美军 跟美军 或者是跟美国 他俩的军事实力 经济实力差太多 美国绝对不敢开炮 我天天跟着直播 我接受你们所有人到时候来质问 我说国哥 你看看 美国向伊朗开个案了 宣问你记住 永远不会 为什么 因为美国知道 连一个小小的阿富汗的都整不了 你别说整伊朗了 伊朗能活活整死他 我告诉你兄弟们 为啥呀 你在这块作战 你得靠着你的整个北约盟友 你自己凭你一己之力 你远隔万里 再加上你那个破烂 破破烂烂的 那么几个大小不全的 破基本居尸基地 你想干伊朗 伊朗反舰脑弹 什么都有 知道不兄弟们 鱼雷啥都有 他属于是一个 在中东上 也算是一个军事强国 虽然说不能与你 这个美军相提并论 或者是直接形成威胁 但是你记住 要是一对一干的话 你别管你美国什么尖船利炮 你在这个地区干 你还真的不一定占便宜 为什么呀 你美军到那个时候 你整个北约尼干都牵着接着干伊朗吗 你要是干的话 我就告诉你 你整个北约可能都得不复存在 我这怎么是吹牛逼 整个北约都形成对伊朗打击 我告诉你什么 你被说是俄罗斯 兄弟们 我这人不说假话 其他别的国家都得揍你了 就不揍你美国 也得帮助这些国家跟你们反制了 为什么 现在都明知道了 现在一眼睛都瞅出来了 就是一伙是一伙的 一伙是一伙的 这帮小孩把咱那伙给灭了 兄弟们 谁也被形成好 过激不毛衣的呀 以后不整死你吗 就像古巴似的 我们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就制裁你 所有东西都制裁你 就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兄弟们 你选择是不想过好日子 还是选择借着一个机会干倒他 对就是名牌了 就是没有忍耐 没有像你们所说的 还得继续涛光养晦 没有那个 就像我跟你讲 你们自己看 有一些国家 现在周边的这些局势 兄弟们 周边 你看现在都要美国给布成什么样了 他就怕有一天他在哪一块主导一些战争之后 你这边第一发的大牌 第二你或者是拿出一些精力帮助其他别的国家 他指定是在他目前为止马上要接入到一场战争之前 我得先让你这个国家先乱起来 甚至先让你把你周边的事物都处理不明白 回首我安安心心的处理我哪些地区的一些军事行为 我说对打个对 要不然都不是美国了 美国这个避养国家最坏 美国这个避养国家的战略布局是一点都不太差的 下场 我告诉你兄弟们 就像你们所说的 对吗 某些国家要下场 某些国家要下场 你不用想 他得让你自己先有个事干 我就是不能直了说 我就用这种方式说 你就明白 他得让你有一大堆爸爸事 跟他让你去干去 知道不行吗 让你自己一帮活都整不明白 回首让你想用你的精力去帮他 你都没有那个精力 你先把你自己日的过好 这就是老美 知道不行吗 你想想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没有这两下的 你就是直接跟他打打蛋 往这两大阵营形成 形成那个互相打 你这边还置身事外 让你发着财 美国能干吗 美国最他妈坏 他就是干这玩意发假的 你想想兄弟们 他的精力 这都是他的精力 懂的就打个懂 美国最开始不就靠这个吗 三封点火 让这些国家都打起来 回首我给你干 就是我远个万里 我生产武器 我生产弹药 卖给你